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聪明的人犯的错误 那个后果就很严重了 会是这样 如果回到太空的话 太空上面有去的限制在里面 有时候你看到 知道错 想补救都补救不了 都没办法的 这次又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其实上个星期已经报道了出来 不过今个星期就可以连一些过往历史上的事件一起讲 所以就变成科学回忆录了 好 那是什么呢? 这件事呢 原来就由开始到现在都发生过的 但是呢 虽然那个视频呢 我们现在送不出来 因为YouTube版权的问题 但是大家开始问 就是说呢 两个太空人在太空那时漫步的时候就跌了一袋東西 哈哈哈哈 就是跌了一袋東西 大家想想 什么为止跌了一袋東西呢? 你在地面工作 跌了一袋東西就跌了在地上 在太空里面跌了一袋東西 意思是很多时候的 其实有时候就是说 你已经跌了一个你的手不能再伸手拿到的地方 是的 有时候可能只不过就是你眼看都在那里了 但是你就去不了那个地方拿回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太空本身那个无重状态 或者是很微重力的状态 就是你有很多事情尽量就是 你尽量留在身边的动作慢就慢 有时候动作快就是做事快 但是最惨是你的东西一脱手的时候 那东西摔出去也摔得快 你不是说你如果在地面上面的高空工作 你有些东西摔了手 你可以很快自己跌回 或者是一些东西向上飞的 你就可以等它跌回来的时候摔回 你都还可以这样 但是在太空上面是没有这件事的 它向哪边飞就永远向那边飞的了 所以在太空上面跌了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比想象中更加窄的东西 不要忘记你还要穿着一件很笨重的太空衣 你的手想着摔到吗? 你的手套已经碰到 但是谁知道手套把它推得更加远 你捉不到不止令事情更坏 是更加容易发生的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太空人 执行那些太空慢步任务的时候 你通常看好像动作很慢很慢 但是其实那个任务本身的技术要求就是 它们要是慢的 就是在这里 如果不是你的动作太快速的时候 往往令到你去犯一些不可挽回的错误 那机率就会更加高了 是啊 这些都是很新鲜的很新的新闻 就是美国太空总柱的话 两个太空人在那个维修 应该是那个太空站的时候 那时候就跌了一包的工具 那个工具原来都很贵的 是十万元利金 是 是 是 那些工具里面它不是只有一两件东西 是整个洞在这里 而且带得出去这个太空仓外面的话 一定也是专用来去修补太空外面的零件 那些修补材料等等的东西 你不要以为只是一套羅斯批士巴拿这么简单 就是不只是说是罗斯帽那些这么简单 有时是一些填充料 而且就是说令到它可以更加快去凝结的一些工具 或者有时是一些切割的东西 有时是一些收集碎片这些东西 那其实就是一个八宝袋来的 就是你想一下只是在地面上面 你譬如装修师傅那一套东西 你如果整套工具都齐了 那其实那套东西都会慢慢的了 甚至不止了 有时工具要做得很轻巧 你不只是转 又要切 又要在那些东西里面 就是你纯粹一个地面上面 比较工具齐全的师傅 那套东西本身 五位数字港币一点都不奇 而当然这套东西还要拿上太空 很多时还要经过专门设计的话 那它真的以十万计 一点都不奇 是啊 但是整个问题就是一个力学的问题 但是它是不是应该是事前 应该绑好黏着新的工具袋去避免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所有在太空慢步牵涉到的动作都是这样的了 就一定要是所有东西都应该最好是要绑住的 或者它不绑住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贴好了 它是妥贴地去贴着一个地方 所以你看到太空里面 用那些我们叫那些叫什么 那些狗毛贴 就是那些黏了 就这样黏了 就自己撕开那些是用得很多的 本身这件事是设计在太空里用的 就是甚至乎在太空仓 那太空人要睡觉 让自己不要到处飘 那条带都是一些这样的 可以撕完又贴的那些这样的带来的 那如果你说去到那些太空上面的工具了 你说如果下下要绑一条绳子扭住呢 就未必一定是下下都需要这样做 但是它每拿一件拿着 到要去摆下的时候 一定都是要妥善地贴好锁好在一个地方的 就是你想一下就是说 你的那些工具也都不会散烧烧 你不会突然之间是整堆螺丝飞 在士巴拿飞在你周围里 然后你还想着将它 后面每个绑一条绳子绑住在那就可以了 喂 打卡怎么办呢 捏住怎么办呢 绑住了你解不了它 打了个死裂 绑住了等你回不了太空仓的 就死了 所以呢 也都不会说 应该要绑绳子的时候就绑绳子 整个工具箱本身自己应该是要锁好在 就是绑住在那裡 这个太空仓自己也都要绑住在外面的一些扣子 就是好像你攀石那样 其实那个想法 然后每件工具拿完 拿一件用一件 放好扣好 再拿第二件这样去做 但是按照计这些东西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按照计不会错的 但是这次就很有趣了 就是这个包包就是飞走了 OK 那就是什么叫失之交臂呢 就是会是由一只手扒碎第二只手的时候 由一个交给第二个的时候 准备把他拿走的时候 就是究竟在哪个环节那样去操作 使他这样脱走了呢 其实我会说 如果你全部按照足程序 照计就不会这样的 就是就好像你攀石一样 就是初学那些人一定会教你的 你怎么都 你四肢 两个手两个脚 最保守的话 你至少都要有三点是定的 另外一点才可以动的 就是很小可惜 现在的人玩到就是 哇 可能中间还要用一只手这样跳来跳去 可能三四点就只有一 其他几点就直接不碰住的 你有没有看过《Mission Impossible》 吴雨昕拍一集 最初Tom Cruise在那边飞去旁边那里 是是是 但是你如果最 如果说到是 就是当然就是 你要避免一些不可以挽回的错误 你就不可以冒这些危险 是不是?就是在太空那里都是 你要那些东西乖乖的 如果你乖乖的这样做的话 照计应该就不会这样去飞走了 飞走了 但是现在呢 就是我想台长你展示出来的照片都拍了 就是他那个包是 在那个视线范围 就是那个工具袋在那个视线范围之内 但是你是拿不回就拿不回了 已经是跌了下去了 那么因为呢 他在一个国际太空站工作的时候 那个环境就不是一个完全零重力的环境 它是一个离地面400公里左右的高度 然后呢 那里是有空气阻力的 很稀薄的空气阻力 所以那个国际太空站 是要定期把它提升回到那个轨道 要折高一些的 如果不是呢 它就会长远来计呢 就慢慢慢慢就跌回到那个大气层 跟那个大气层的磨擦 就会是消毁了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这个这样的工具袋呢 就脱离了轨道 就是离了地球越来越近 你都可以说一路慢慢跌到地球上 它长远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呢 它会一路去进入大气层 越来越浓厚的地方 到它进入了那个大气层 离地面 100公里左右的卡门线以下的地方 那个大气就越来越浓密了 摩擦越来越厉害了 温度越来越高了 那它就会在那里好像一个流星那样消毁了 其实最后就是 它这个说法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工具袋呢 就以这个200米的速度呢 就环绕的地球 最有趣哦 它如果用望远镜甚至天文望远镜 就是天文望远镜之外 可以用这个望远镜都能看到它 所以大家就不要 不以为是这个UFO来的 其实是工具袋来的 其实很有趣的 它如果把它当作一个 普通的天文物天体去观察的话 就说它等于一粒六等星 六等星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又做开天文就知道 就是肉眼刚刚可以看到的光度来的 如果比那个星等更加高呢 就代表它更加暗 就反而眼睛是看不到的 六等呢 就勉强你可以用肉眼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加上那个望远镜一看呢 你是看到有个袋在上面跌下来的 其实是 但是当然你看到它在上面跌下来 是不是代表它向着你的头顶 跌下来呢 就不是 因为你的地球自己本身一直在转 它都不是一下子这么快就跌下来 它还要在地球外面拌很多个圈 而且它和地球的自尊不是同步的 它是会地球的 就是它是会一直追不到地球 它一直慢慢跌下来 但是到了最后 它还没跌下来的时候 就在一个大气图消毁了 就是变成了就是说 这一个原本是应该属于太空站的一个物体 它现在独立就脱出来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工的天体 就你可以当它用回地面上的天文望远镜 去观察来找回这个工具袋去到哪里 是啊 但是如果我们想比较危险一点点 就是太空人如果在太空窗外面 如果它飞掉了会怎么样 其实你可以想象到结局就是这样的了 跟这个工具袋一样 如果你是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 就是松了绑 你自己跌了出去外面回不了来 又被地球的引力慢慢扯下去的时候 而且也都被周围的空气一路慢慢阻止 就是让你阻止你 让你减速 那你就会慢慢跌下去 那你最后如果是 你还要想一下 你是经历了这个 成百公里的大气 你那种的速度和大气的磨擦 你也会上到成千度 没有任何隔热 没有任何性的时候 你真的一粒流星那样烧毁了 它会烧烂了你的太空衣 然后你自己里面也是焗熟了 那一路其实是首先热死了 其实就是 然后你就会瓦解 变成一粒流星那样跌下来 就是私骨无存 其实讲得不好听些就是 所以这些太空返回仓 就是要做到隔热的机制非常之好 就是隔热盾 如何将大气和返回仓磨擦 那套热力去隔绝了 就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保护装置 在保护里面的人 那这些这样的事件 就是当然啦 人这样跌下来的事件 我们没见过就很幸运了 但是其实原来呢 就是回忆在这个太空的探索历史里面 就是太空人脱了手 跌了些东西出去 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不过今次就是 有个国际太空站的跌出来 所以这件事最后是会返回地球的 在地球磨擦变了流星的 如果你看回在那个太空探索的历史 其实在说2006年 都是太空人呢 都是试过整整一下 太空漫步的时候呢 就脱了几口螺丝帽啊 脱了个弹弓啊 脱了一些拿来去 就是拿来封住那些远战的结构啊 那些零件呢 总之都脱了了 另外呢 又是2006年呢 去修补这个这样的穿梭机的时候呢 也都是试过就是说 脱了就是有块那些拿来去 敏东西那些这样的铲刀呢 就整把又是脱了不见了 那你说如果那个任务本身 你已经是完成了之后 才不见了也算了 就是这次国际太空站也是的 预下来的任务 都不需要用到工具箱 所以就 就是跌了就不影响它的任务 但是你说如果先前有些任务 你就在说 要修补这个穿梭机外皮上面 那些隔热那些陶瓷箭 其实是要整天做的 就是在那个穿梭机返回进入大气之前呢 其实如果法国有一些的陶瓷箱是脱了呢 那太空人要爬回到那个仓外面去 真是做三行的和你補砖的 你是要拿着那个 就是那个 那块陶瓷料 然后还要爬到那个洞洞的位那里 就要开那些这样的 就是当然不是说英雷啦 你在太空上面用另外一种接合剂 来去铺下去 你是要有块东西去敏的 所以是需要有这样的工具 有这样的过程 自己去补好外皮 才冲到大气道源之后呢 才能够做到隔热的效果 而且在一个飞下来的过程里面 有外皮脱了很多块的 就是所以呢 那个穿梭机外皮的保养呢 就一点都不简单 但是再数远一点 1998年的太空任务里面 也都是有一些工具 也是被太空人操作的时候 就脱了 就是很多时候 那个太空人自己本身 都是一些挺好伸手的人 但是始终就是呢 你是外于你穿了那个太空衣 你就不是那么灵活 或者有些你看到 你以为摸到 怎知道你的手套隔了一阵的时候 手感不同 比你自己的手还拱得远了 就是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 就不要想到这件事那么简单 就是我会觉得 这种意外不是 就是人人都不想的 但是意外就是意外 总之不要令到整个意外 导致到一些更加严重 不可挽回的后果 那就已经是 得淡笑就算了 那在那个记录上面呢 1965年第一个 的美国太空人 在那个太空上面 是不见了手套 不过是后备手套 后备手套 后备手套 sfair的 但是那个手套 应该不是很像现在的 应该飞在太空那里 那应该很多就是 变了太空垃圾这样飘浮了 那会不会有一天 就有外星人 看到他的手套飞了 哦 有这个智慧生物 是啊是啊 或者我们找不找到 外星人用的手套 就是 但是不要忘记一下 这些手套飘浮的速度 它可能 这种速度 是永远都逃不出 这个太阳系的 它可能 就会锁住在地球附近的轨道上面 但是它会不会 就慢慢就可以飘出这个外太空呢 就是一个更加遥远的太阳系以外 就不行的 因为你在太空里面 你要达到 就是如果你由地球起算 你要达到每秒 超过了21、22公里 才能够有足够的速度 去逃入这个太阳的引力 就去到太阳系以外的地方 就好像你在地球来说 你都要有超过每秒11公里 你才能够逃出地球的引力 就是这样的解法 那原来就 在今年5月 俄罗斯的太空人 是故意丢了一个工具袋 到太空里 那现在就说 国际说 俄罗斯的太空人 是扔太空垃圾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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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有机会成为太空垃圾 始终就是 这个也是个问题所在 因为你以为你用一手扔那道力 都不会扔爛些什么的了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太空上的速度是相对的 就是有一些东西 原来是你用一架石头 去扔一架迎面冲过来的火车 你以为没什么事 但是对于一个坐在火车上面的司机 突然之间有一个石头 这样迎面冲过来 就有一个酸害可以很大 就是这些东西 会不会影响到附近轨道上面的其他高速移动的东西 那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为什么是在说这个太空垃圾呢 那如果像今次这个国际太空站 跌下来的那块 它能够跌下来的大气烧位 反而就解除了那个垃圾的威胁 它是周围飘浮的 反而才是更大的问题 就是真正的太空垃圾 好了 那我们完成了这个科学会 那我们下星期再见 好 拜拜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件 嗯? 话说 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就站起来大炒大赖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他旁边的那个 就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说 其实这个女人 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 叫Shakeshifter 哇 那几圖你怎么看呢? 这件事其实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那为什么今天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移那个样子的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 有些观众在这里看的呢? 就并不是 我和阿几圖在这里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那有机会 那些人就真的 追着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 追我们的节目 那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呢? 没错了 其实我和阿几圖 就真的没有夾过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说的东西 其实呢 就要有人扮我们两个呢? 不重要的 最重要呢 就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呢? 就记得 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小铁在这里按一下 那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的了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东西就是这样 之后呢 一周神秘之夜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对不起 我和阿几圖 对不起 对不起